这街六新季惊喜连连,四大队长加持,王一博风采在线。 从夏天的尾声,众多观众就盼望着这就是街舞第六季的回归。 而其中最受关注的疑问便是,这一季中,王一博会否再次出现? 许多观众甚至坦言,之所以关注这档街舞综艺,更多是因为王一博的加盟。 观察王一博的近期行程,似乎他确实难以为这就是街舞投入全部的经历。 这也解释了为何去年8月初就官宣的四位队长名单,一直到国庆都没有明确的消息。 这次第六季的四位队长到底是谁?王一博是否在列? 若不在,他是否会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现? 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答案已经逐渐明晰。 尽管国庆已经到来,这就是街舞却仍在拖延,如果再不开始录制,恐怕当总决赛进行时,我们都已经快过年了。 据了解这就是街舞,第六季将于10月10日开始录制,地点选择在了周庄。 而最终的播出时间已经确定,10月21日先行播出导览片,10月28日正式开播。 对于新一季的赛制,制作方似乎也进行了一些变革。 其中最受关注的,无疑是X队长的设置,韩庚和张一星被列为潜在的X队长人选。 而王一博,会在第六季的总决赛中现身,作为特邀飞行嘉宾助阵。 对于这样的安排,许多网友都表示出了震惊。 尤其是看到丁诚心成为队长,很多人表示出了惊讶。 而朴宰范的出现,也让不少人好奇,现在的宪寒令是否已经放松。 不过,大家最为关注的还是王一博。 许多观众甚至表示,正是因为王一博的参与,他们才会关注《这就是街舞》。 现在看来,王一博确实对节目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王一博已经逐渐转向影视界,对于综艺的参与显然并不像以前那么频繁。 总的来说《这就是街舞》第六季终于要开播了。 我们都在期待着《这当街舞》综艺带给我们的精彩,当然,也期待着总决赛中王一博的出场。 毕竟,王一博无疑是推动街舞这项运动真正成为主流的关键人物。 《这街舞》终于要回归了,从公布的四位队长来看,制作组真的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 各种传闻和猜测之后,真正的阵容终于揭晓,不禁让人对这一季充满了期待。 而王一博再次参与,简直是锦上添花。 他在之前的季度里带给我们太多难忘的瞬间,他的出现无疑会为这一季增添更多看点。 但同时也让人好奇,他在这一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,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和感动。 真的非常期待这街六给我们带来的全新体验。